一道道如艺术品般精致的依法料理 看得让人赏心悦目 好滋味也唤醒沉睡的味蕾 像这道橘粉色的番茄浓汤 酸酸甜甜触动舌尖 喝得到奶油的滑顺口感 浓郁番茄香气完美绽放 要做到无懈可及 料理基础得打得稳才行 洋葱炒到金黄 烤过的番茄下锅慢慢炖煮 任何的蔬菜它都有含有水分 那我们在经过低温去烘烤的过程 它的水分会被蒸发 它的味道就会比较浓缩 番茄洋葱打成汁 这才算是完美融合 再加入鲜奶油滚成浓汤 凡事吃过的人都难以忘记这美好滋味 有客人是因为他这碗汤 然后去继续定位这样 然后可是下一次我换菜单的时候 他会反映说他非常想要喝这个汤 也以为老板手艺仅于此 好幸还在后头 鲜云小卷 长冰白虾煎煮到外皮为熟 再用炭火让食材多一股炭香味 而另一头煮菜的酱汁 则是海鲜们升级的大工程 紫洋葱跟甜酒白酒醋 温火炖煮成酱汁 靠火焰去除白酒酸度 留下的是葡萄的甜味 淋在海鲜上头 不止提味 更让整体口感多了一股甜香滋味 像我们做义士法师 它的灵魂就是酱汁 所以其实酱汁会比较花长时间去设计 或者是你去试那个味道的平衡度 老板刘立伟热爱研发一发料理 就连甜点也有自己想法 泥梅隐藏在炭火里 用盆墙烈焰烧出香气 泥梅就是我们在做那个威士忌 像是威士忌他们会用泥梅去提炼一个煙烟熏的味道 那我是觉得这个味道很特别 所以我就是用它来赋予这个酱汁 有一个烟熏的味道 接着把甘蔗放在炭火上烤到微焦 煮成甘蔗水跟砂糖炒到浓稠状 鲜奶油让甜度变得更柔顺 最后淋在奶酪上撒点米香 这道泥梅甘蔗奶酪 酱汁搭上绵密的奶酪 不但不死甜 还带着淡淡烟熏香气 甜点控绝对不能错过 吃起来跟一般的奶酪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是慢慢让炉籽去凝结 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绵密 这些都是刘立伟亲自研发 从小在父母开的中式餐厅长大 对料理再熟悉不过 但他热爱易发料理的精致做法 辗转到台北易发餐厅工作 直到几年前 他发觉台东没有太多异国美食 商机乍现 让他返乡开餐酒馆 生意爆棚 却赔上自己健康 很疲累 然后没办法focus 好好专心的去做菜 或者是设计菜单 什么的 所以就想说休息一阵子 刘立伟决定歇业 养精蓄锐再重新出发 与其没有品质的工作 倒不如优雅的生活 于是锁定无菜单料理 只接受预定 开始可能生意量 没有像以前餐酒馆那么好 那就是口耳相传吧 然后我觉得就慢慢可以做起来 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人对我有帮助 就是像颜先生他们 龙印台龙老师他们都会 扑许这间店 因为坚持使用台东在地食材 结合易发烹煮方式 自创菜色 获得企业大老板 严长受青睐 甚至刘立伟还自己种香草 希望让大家吃到健康 无负担的美食 在地青年 打开了料理新世界的大门 也堆出新高度